四十六 鱼吃 蠢笨 这种情况 怎样才能改变 怎样才能聪明起来呢 要灭掉鱼吃 笨错的方法 唯一的 就在于用功学习 多闻多见 鱼的主要原因 是对其事理不明白 然后才鱼的 就说把事情做错的原因 是因为对这个事情的实质不了解 所以出行自然就愚蠢 那么在实践中 书本中 有很多知识 有很多事例 我们都可以去学习 社会上也有很多知识 我们可以去收集 多闻多见 然后收而取用 自然就会聪明起来了 所以大师说 鱼吃的原因 主要是学问不够 或见识肤浅 因此 要在书中去求知识 增强自己的学问 要于社会中去体验 增长自己的见识 但是 最重要的 还得要依照到 具学识的老师正规的辅导 才能把鱼吃 转为聪慧 转为一种智慧的力量 如果老师 把方向给你辅导篇了 同样也会鱼吃 所以有 医师正导 这么一句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